但也来关心治安真的有这么差吗 嘉义是一位陈先生 他两度被掳车勒熟 第一次他付了三万块 三万五千块 乃度是把他的车子给归还了 但是第二次他缴付了四万块的赎金 但是爱车没有回来 而更扯的是他最近刚买一部车 又被偷了 到派出所报案 却是连电脑都当机三次 没有办法完成报案手续 让这位陈先生直呼治安真的太差 而自己也实在是太倒霉 才刚买两个月的新车 陈先生就停在学校的马路旁边 隔天却不翼而飞 陈先生又气又无奈 到辖区的警察局报案 说来也真是倒霉 耗了一个多小时 电脑频频当机 有三次这样没有办法成长 这实在是应该要思考一下 检讨一下 看是不是系统太有什么问题 这已经不是陈先生第一次车子被偷了 上一部车他被摆涂 掳车勒鼠两次 第一次付了三万五千元 拿回了爱车 但第二次再付四万块 却不见车子踪影 他会告诉我们车子在哪里 结果我这一次 因为有上一次的经验 所以我们这一次 还是把四万块又汇出去了 所以 但是车子没有回来 这部车搞不好帮人掰批 陈先生到底能不能找回爱车 不知道 只是三番两次 他的车子被偷 乳车勒鼠又纷纷找上他 让陈先生已经白白的损失200万元 这不是治安太差 又该怎么解释呢 终于新闻好过瘟 再一遍